所以你會看到1008肯定不是偶然是一個神知道創造宇宙的一個很明顯的常數 但是為什麼?為什麼1008是與世界末日有關呢? 原因是很簡單 如果我們從數字裡面看,你會看到1008其實儲藏了什麼 首先第一,1008是由兩個504.0加起來的 504.0再加504.0,為什麼會加點0? 因為我們知道504等於2520,加2520 所以你看到這個數字已經很特別了 有兩個504.0 如果你把504.0這麼有趣的數字去做一個圖形 那你就會震驚了 因為如果你拉一條線 這條線是代表504,也就是1008的一半 拉一條線的時候,你看到這個長度 如果我們把它變成一個最簡單的平面圖形 就是三角形 如果三角形在一條邊都是504這個數字的話 就是504加504加504加504等於1512 1512這個號碼 你在聖經裡面就會找到 這個號碼就是啟示錄的意思 所以你看到1008一定是與世界末日有關的 不是偶然的,你這樣也可以偶然的? 問題是我們現在把504變成一個正方形 由三角形變成正方形 四條邊 四條邊就是504乘4 504乘4是多少? 2016 首先我們看到504由開始的時候 第一個就是看視錄 第二個就是2016 然後把504變成五邊形 就是504乘5 下個號碼是什麼? 2520 然後我們將它變成六角形 504乘6是多少? 就是3024 就是金字塔的近基 記得嗎? 金字塔他們兩個尖的距離 但是最重要的是 3024就是由所羅門牽電至2016之間的年份 就是3024個360日的年份 你看看1008是代表了什麼? 1008說了多少東西給我們聽? 它絕對不是偶然的 它根本每一個號碼都在說啟示錄 每一個號碼都在說神的創造 說到關於一切地球的創造的終結 你還說是偶然? 如果我所說的 聖經是號碼書 當你這樣的時候你就會看到 所以你看到1008 是真的和七年大災難有關的 好了 現在我們理解了2012、2016 很多這些數字 但是在第五點 最後一點 結束的時候 讓大家知道的是什麼? 第五點 我們要擁有關於拉線的特質 這點當然是最深的 這個就是神流低比 真是信主好 信仰好 愛主 肯在神的家當中付出的人 原來第五點 就是你一定要在全面信仰的發展 才使你拉線可以征扎 怎麽是全面信仰發展 第一 你對神的話有反應 第二 你在生命當中是隨時預備警醒 第三 就是你自己能夠 對聖經有一個非常深層的認識 以及最重要的是 你藉著聖經 作出一個在性格上的修正 當你擁有這四點的話 你就可以明白最深最好的真知識 而這些是外邦人永遠都沒有辦法做到的 所以譬如拉線 浮面的他們都可以拉到 但去到剛才我們說的一點 以及現在我將要和大家分享這一點 他們就望塵莫及了 不用想的 他們都一定要有神的藥室 才可以解到這些夢 因為你又拉他又拉 但外邦人最多可以拉到房間 第一、二點 但第三、四、五點 這些秘密是沒有神的指紋 用聖經是沒有辦法打開的 譬如舉個簡單的例子 為何我會對2012或2016的敏感呢? 因為原來你在聖經當中 拉了線出現這兩個號碼之後 你就會發現這兩個號碼 不是與啟述這個字有關 與十四萬四千人有關 與主耶穌基督這個名字有關 如果在你對聖經的號碼認識的話 你會發現原來2012、2016 根本是與這三個名字有關的 首先我們看看與主耶穌的名字 為什麼有關呢? 主耶穌的名字 耶穌這個字 其實以希列文來說 他的所有號碼加起來是八八八 現在你就知道為什麼 Demason這麼喜歡八八八 但是八八八 如果你在聖經這個號碼數字去看 原來是啟示錄 啟示錄第一章第一節 就是主耶穌基督的啟示 但原來整個啟示錄 總共有八八八十八個字 所以你會看到是一個很明顯 日神有意去製造出來的 好了 但是呢 我們再說回 π是屬天 而八八八乘π就是2789 而2789減三條七 就是代表complete 完全或完成 就是2012 因為我們知道 就好像在聖經裡面 是一個number 書籍 7 其中是代表完全 8 就是代表新的開始 這是在聖經裡面常常 都給我們理解的一個數字 例如12 是代表完全的 就是和7一樣 7是一個神 是其中一個特別喜歡的number 就是我們可以從聖經裡面看到 所以你明白嗎 知道自012的時候 你即成 即成 因為沒有理由這麼巧 這個絕對不是偶然的 因為我們又嘗試去看看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其實是北位31.46度 31.46度乘8再乘8 就是主耶穌的number 就是2013 1948年就是以色列立國的年份 加上64 下4是甚麼 8乘8 就等於2012 看到嗎 主耶穌的名字 以色列立國 其實是和2012有關 好了 現在我們嘗試看看 2012、2016又和啟示錄有甚麼關係 啟示錄這個字 現在我們看到畫面上是希列文 希列文這些number 加上就是1512 1512 1512是甚麼number 很簡單 1512乘2就是3024 就是金字塔根基的數字 亦是兩個針尖拉的時候的距離 而1512去除π 就等於 你會看到這個數字 就是金字塔裡面的高度 就是481.284 極之接近這個數字 如果我們將它化成串數 其實就是代表了 猶太年曆 將它轉為 我們的年曆 就是2015 所以你看到啟示錄 又是給我們理解 很有趣 關於我們現在拉線去金字塔 又或者我們說2012至2016 中間的這些數字 究竟2012和2016 和144,000人有甚麼關係 首先我們知道 144,000這個數字 是一個很有趣的數字 因為它根本在聖經裡面 一直都是一個隱藏的數字 它是一個隱藏的數字 你常常找到它的時候 如果你對聖經這個number 書籍的理解 144,000人 永遠是一個隱藏的秘密 就像現在144,000人本身是隱藏的民族 就是以色列的十二支派 究竟現在 因為它裡面佔了十個支派 是失蹤的 其實它是隱藏在人世間的 所以144,000人 144在聖經裡面 是一個很有趣的隱藏的數字 它怎樣用甚麼方法隱藏呢 現在讓大家知道 首先 144,000人 144 我們知道 它是記載在啟示錄的144 就是144,0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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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很有趣的數字 第二 就是14440分鐘 就等於一天的24小時 而144,000人 永遠是一個觸迷藏的原因 因為這是以色列的拉比 首先我們要知道 原來全本聖經裡面 最多以色列人念中的經文 就是 施篇145篇 但這一篇 它真正的數字是被隱藏的 因為原來最多人念中 沒錯是施篇145篇 但在真正我們所知最出名的 是七十四譯本 就是歷史上其中一本 由七十個色經家譯出來的 希臘原文的書卷 其實是把詩篇145篇 其實是編為144 但它是隱藏的其中一個理由 就是很特別的 因為裡面是有22節經文的 本來